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蠻可愛的事情 就是早上的時候我起來吃早餐 然後我就想說邊吃早餐邊陪我媽聊天 就拿了一個我最近在協助 我跟我的團隊在協助一個老師叫張一鈞 製作YouTube頻道 然後拍攝了一些影片 然後我就把已經做好的影片 就是拿電腦給我媽看跟她分享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她覺得很棒 內容上跟過去以往的樣貌不太一樣 那我也覺得蠻有趣的很好玩 為了拍這個影片 我覺得我在人生這個階段經歷過很多的思考 經歷過很多的探索 那也慢慢的找到一個屬於自己比較喜歡的樣貌 然後也找到屬於自己一個比較舒服的生活節奏跟步調 而且也慢慢的找回當初拍影片的時候 那種創作的熱忱跟熱情 那我覺得蠻好的 所以從這支影片之後 我也還是會陸續的在我的頻道去分享我自己的創作跟影片 我覺得現在在做影片真的蠻開心的 而且很好玩 所以我也想要利用這樣子的機會 反正自己有頻道嘛 那我也很久沒有上片了 就想說 OK那我就接下來就是開始從新的時期原本喜歡做的 也不是原本喜歡做的 就是探索到新的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慢慢的來記錄自己的生活跟大家分享 然後把自己這些機會當作練習 希望可以拍出更多 我覺得 可能大家會覺得好看的影片 盡可能的去分享我的生活 樣貌 今天主要的目的其實 對 因為我早上一直去跑業務 然後等一下我要去找一個朋友剪頭髮 然後 對 你們有看到我的頭髮 已經變香菇了 那順便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有一個不錯的朋友 他叫宇宙 之前我有把他做一個嘻哈節目的 的 Mistap 就是有他的自己的EP單曲 然後也有他的自己的 當初為什麼碰音樂的 一些初衷 另外一個節目叫街頭戲客 然後我剛講的那個張一鈞老師 他自己做的頻道叫生徒不二 那到底為什麼叫生徒不二呢 大家可以去他的頻道看一下 也許 會有看到一些你平常生活沒有碰到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就去找這個宇宙 找宇宙剪頭髮 然後把自己弄的帥帥的 這樣子 Yeah 兄弟會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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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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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